好了,回來了 希望大家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現在要講主題 今晚可能在正向部會有直播 都是測試的 我要先提醒大家 這個測試是用另一部機器去測試的 所以可能會有其他問題 我不敢肯定有沒有直播 我盡量會試的 如果今晚有直播 就晚上九點左右 因為要做其他事情 所以沒這麼早 8點很多人都會看《愛回家》 我當然不會阻礙大家看《愛回家》 你愛回家喜歡看TVB的 那你就看吧 你看完《愛回家》就可以回到我們這裡 現在講一下就是北大國發院 這件事 北大國發院那裡 他有一個教授 我之前有講過這個教授的名字 就叫姚洋 他其實是北大國發院的院長 他之前接受了百度的一個難目 在百度財經的難目接受訪問 其實這件事差不多幾天前了 首先在說姚洋說什麼之前 就要說另外一件事 就是官媒 這個《經濟日報》 他出了一篇評論文章 他裡面的評論文章就說 《房住不炒》的定位仍然要堅持 沒有過市 不應該也不會改變 其實《房住不炒》是沒有錯的 其實樓市是要他健康發展 樓價應該可以追得到通脹 那麼 新樓就可以跟通脹掛勾 或者比通脹高一點 但是呢 就是二手樓 其實起碼都追貼通脹 等於有一個保值的功能 這個是 那麼 就是《房住不炒》那裡 雖然政治局會議沒有說 那麼 不同地方有放寬地產調控 那麼其實 有一件事情 我認為現在國家想做 就是把房地產市場變得健康 因為如果房地產市場不健康 是很嚴重的 有什麼地方房地產市場 嚴格來說是不算健康的 就是日本 日本呢 他們不健康到一個位置 就是 變成了消耗品 這些住宅是變成了消耗品 那麼 住宅變成了消耗品的話 其實也是很嚴重的 即是他連 保值都保不了 其實問題是這樣 喏 文章裡面怎麼說呢 就是《經濟日報》 他就說 房住不炒 是促進 房地產市場平穩 健康發展的一項總原則 不應該也不會改變 這個我是同意的 他要長期堅持 雖然房地產 是國民經濟支柱產業 是客觀事實 但是呢 就不能夠誇大他的作用 好像過去 這樣對行業存在過度依賴 也不能夠輕視他在宏觀經濟的作用 以及對上下游產業的帶動 目前出台的一系列政策 就是為了促進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事實上 房地產業就會進入 總量略減 平穩發展的軌道 在很多城市供需平衡 甚至 公大於求的情況之下 以不具備 過快上漲的基礎 其實房價 升得太快當然是不好 但是房價長期不升也是嚴重的 如果你的房子長期不升的話 你就沒有人去投資 起新的樓房 其實是 這個是現實問題來的 清早就說 靠炒炒賣賣經濟不得長久 是的 但是現實就是 之前 執行的政策 就掀得太死了 就是防住不炒 那麼 防住不炒是會堅持的 但是中國也會 建構多層次住房供應體系 他會做這些事情 這個文章他有說的 還有就是 文章他有提到的一件事 大家都可以留意 就是中國的城鎮化進程 持續推進 農民走向城市有大量的住房需求 大家對美好居住生活的嚮往 仍然不斷升級 還有就是發展住房租任 改造城市老舊小區的舉措 房地產也是大行業 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可期 他們就是這麼說 但是現在其實沒有了信心 你要有信心的話 其實有些事情就一定要處理 那麼 北大國發院的院長怎麼說呢 這個又要 他開了一些藥方出來 我覺得 如果按照做 我認為也是可以做的 但是有些事情就 講得過頭 不過現在先講一下他講什麼 大家知道最近 很多大型房企都出現了流動性危機 就是轉不到樓轉不到 大家對房地產市場擔憂 很多人都沒有信心 那麼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 今年前七個月 就是房地產籌資同比 下降了8.5% 那麼這個數字很嚴重 因為已經連續十幾個月 是負增長的了 那麼房地產行業 持續低迷 其實是會影響經濟的 其實 調控政策放了出來 但是沒有效果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是信心問題 信心問題 就是令人有信心很難的 那麼 遙陽他怎麼說呢 就是北大國發院 他說房地產仍然是一個招揚行業 現在的下降是暫時的 是用短期政策 解決長期目標導致的結果 如果及時進行政策調整 預期和信心都會恢復的 這是他的說法 那 房地產投資低迷 其實對內地真正有沒有影響 是有影響的 對經濟復甦是拖累的 遙陽是這樣說的 如果你去購物中心景區看看 坐高鐵坐飛機 人流很大 消費好像彈起來 但是問題就是 你坐高鐵坐飛機 人流很大 消費是有限度的 你不會太大的 其實 消費是打不起的 這個遙陽認為房地產整體下行是有關的 我是同意他的看法 就是你現在香港的情況 拿回來香港 其實市面為什麼 沒有人肯花錢 股市 樓市都不行的時候 你覺得那些人會花很多錢嗎 說真的 那些人現在一元都不敢花 躲回家裡 是不是?你想一下就知道了 就是你在一個地方 樓市股市都不行的時候 你覺得那些錢是會花得很鬆手嗎 那些人 是不會的 好了 在國內的情況其實是類似的 國內當然有一群有錢人可以周圍去 你看到有人流 還有一些是 就是高鐵、飛機那裡 有些人去公幹 之前沒有那麼方便 有些事情處理不到 就找人幫忙處理 現在就要 力道先為財 走去處理 這些是支出 這些是消費 但是會不會說 可以大力刺激到經濟 其實實際上是很困難的 房地產對中國經濟的貢獻有多大呢? 有些人計算的數是17% 房地產對GDP直接的貢獻 大概是8% 但是 上下游相關產業鏈 就有9% 大家買房子 就不是單單是買房子那麼簡單 你要裝修家電、家具全部都要 大城市裝修一間屋 就要30萬 所以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房地產 其實是一個體量很大的產業 你房住不炒有沒有問題? 我一定要說 房住不炒這個大方針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你執行的時候 你捏到那些人沒有信心 就是一個問題 房地產投資 連續十幾個月是負增長 還有就是 房地產周邊的那些生意 有多大的負面影響 其實呢 市面上沒有具體的數據 但是你做的那些行業的人就會知道 大L王 裝修不裝修 自己游些房子就算了 其實有些是這樣的情況 因為他 為什麼會這樣呢 用這麼多錢來買房子 都是隨便 游些房子就搬進去住嗎? 買少許家具就搬進去住嗎? 我很老實跟大家說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在國內現在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他覺得樓價跌了 他不能夠再花這麼多錢 又要供樓壓力很大 其實有些事情是不妥的 其實是不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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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企業 是很緊張的 其實 那問題呢 就是 你如果計算到這條數 房地產行業 對整個GDP的貢獻 大概是百分之十七 那他自己 每一年就跌百分之十左右 過去幾年 其實是 那其實就拖累GDP增長 就是 1.7%的百分點 但是看不到的 1.7% 其實因為中國整體來說 那個增長也是有的 那 現在那個房地產 下跌 就造成一個需求不足 其實一定會的 這個是 絕對會這樣的情況 那 現在 恆大、融創、碧桂園這些民營房企 全部都有流動性問題 那有些人當然是在想 會不會 又是搞國進民退 那樣出來 國進民退 對不起 說錯了 國進民退 現在是國企會走出來 其實 民營房企為什麼會出事呢 就是 那些房子敗不出 那些現金流轉 那樣子 住不動 銀行呢 見你住不動 又不借錢給你 那麼 問題第一件事就是 那些房子賣不到 這個姚洋是這麼說的 他說那些房子賣不到 現在房企出問題 其實主要是怎樣呢 就是 姚洋的說法就是 經濟大環境不好 跟我講的差不多 他說需求減少 那些房子賣不到 結果就是現金流出就有問題 房地產企業 現金流出有問題 出現呢 就是 銀行就不借錢給他 那麼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就是 銀行企業 現金流出現問題 銀行 不給錢 不借錢 你還不到 息也還不到 那麼 更加不能轉 那麼 那有其他問題 就是這些民企 出現了問題 沒有錢買地 那麼地方政府 他要發展 結果把地 就給了國資背景的房企 有些是 那麼 國資房企買了一些地 其實 不一定去蓋房子的 那麼 那麼 國企背景就是 中國海外那些 拿了一些地 民企退出 那麼 這個是 就是 搖揚的地方 就是說 這個是短期的 未來的地產行業 就不可能全部都是央企 國企的天下 就應該不會這樣 但是其實連國企都是奶奶的 其實那個事實就是 所以是有麻煩的 這個是惡性循環 那麼 滴丁就說 轉現樓 買賣 不可以賣樓花 你不可以賣樓花 也會影響到 現金樓的 你可以賣樓花 你起碼也有些現金樓 進來的 你有現金樓進來 其實銀行借錢給你 就容易一些 其實就是 喏 你說現在 這個實際情況是怎樣 他 搖揚的說法就是 房地產政策 有些理論和操作層面上的混淆 將長期的問題和短期的問題混在一起 想用短期的辦法解決長期的問題 長期來說 房地產一定要回歸常態的 要回去居住為主 同時 就一定要有一定的金融屬性 這是我絕對同意姚洋說的 房子一定是居住的功能 但是為什麼會有金融屬性 因為你會借貸去買房子 這是現實 本身已經有一個槓桿在這裡 所以它是一定有金融屬性的 還有 為什麼 樓宇可以報值 第一 地價會升的 在一個正常的地方 地價是會升的 經濟做得好的地方 經濟走得正常 地價是會慢慢升的 另外 還有就是建築成本是會升的 當你的建築成本是會升的 那當你的建築成本是會升的時候 你的房子自然 如果建得好一點的話 你自然可以補值 因為一間房子可以用百多年 對不對 是不是 好了 現在的問題 其實國內的政策 就否定了房地產的金融屬性 其實所有事情都是 你有金融屬性的資產 你一標價就會有 上下價錢的波動 好了 現在 搞了這麼多年 房住不炒 其實 房地產的金融屬性 其實是下降的 這是姚洋說的 其實老百姓都明白了 如果你把錢壓在房子裡 在未來增值的空間 就沒有那麼大 其實 房住不炒是沒有問題的 這件事情是 主要 房子都是以居住為主 當然也包括了 改善性的居住 這是一個長期的目標 但是 過去兩年 對房地產的調控 這個是姚洋說的 他就說 這個調控就出了問題 其實這是地方政策的問題 不過他就說得 更加激的給我 這個是姚洋 他就說 試圖 這個調控 你用短期的方法 去達到長期的目標 他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三條紅線 就是銀行對房地產的貸款 對企業購房者的貸款 都有一定比例的約束 譬如針對開發商 銀行放出去的地產開發貸款 就不能超過總額的15% 過去兩年 房地產行業的負增長 遙陽他就覺得是政策造成的 就不是房地產自身規律所導致的 但是你說三條紅線 其實有沒有作用 本身三條紅線 它是有作用的 三條紅線 它就是 為什麼要定出來呢 這個我跟遙陽的看法很不同 如果你沒有這三條紅線 現在的銀行也可能會出事 現在是 現實就是這樣 如果你銀行也出事 這樣就很嚴重 銀行是百業之母 來的 如果銀行也出了事 就嚴重 那遙陽他怎麼說呢 他就認為 有人將目前中國的經濟狀況 比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日本 有一點相似就是 九十年代初 日本的房地產泡沫就破了 現在中國房地產的泡沫也破了 有些人的觀點就是 中國就會像日本經濟一樣 陷入長期衰退 喏 這個錯誤 這個判斷就是錯誤的 遙陽 那就是因為 中國的房地產泡沫負增長 是政策有以調節形成的 其實 一樣要說回 日本的房地產泡沫是厲害的 中國很多 這是我講實際的情況 現在 中國的房地產泡沫 爆了 其實它不是真的爆了 其實那個泡沫根本本不是很大 那麼 那 這個政策是怎樣的呢 這個是 遙陽說的 他就說用一個比較激進短期的方法 就是收緊信貸 將房地產的預期 調回來 一方面 就不能夠給開發商用無窮的資金 來蓋房子 另一方面 也要讓買房子的人明白 房地產的金融屬性過重 就不能夠期待 這個房價永遠會漲下去 問題就是這裡 房價其實 升得太快 其實你本來應該調整到它 是慢慢升的 你慢慢升 就是你追得到通脹的話 其實就不是一個問題 我的看法 這個 就是 房地產為什麼會跌 這個就是 遙陽說的最重要的原因 他就說 一 插穿了這個窗戶子 插穿了什麼好處呢 第一 這個是 政策調控造成的 現在 需要調整回來 解零還需系零人 第二 要讓全世界都明白 國際明白 中國經濟現在的下行壓力 就不是中國經濟本身的問題 而是政府部門想對房地產進行調整造成的 中國經濟也是很有希望的 只要我們的政策再調回來 中國經濟增長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用短期的辦法解決長期的問題 思路是不對的 會拖累經濟發展 會拖累經濟發展 房地產企業為什麼現今不夠 民間投資增長為什麼是零 就是因為預期太差 這個他就說得有點道理 這個他就說得有點道理 其實就是沒有了信心 其實 遙陽他就說了 就是說 他這些事情在國內沒有刪除 一定要說的 沒有刪除 其實這些都是開放討論的 經常都強調要增強民營企業家的信心 最簡單最直接的 其實要增加人的信心很簡單 遙陽的說法和我的想法都是一樣的 你的經濟就是要有增長的 你找到吃的人就會有信心 其實就是 你在香港的情況也是一樣的 那些人不敢花錢 不出來消費 很簡單而已 沒有信心而已 對前景沒有信心 其實 人就是這麼簡單 你有信心他就會花錢 對未來有憧憬 他就會花錢 那些人為什麼會買那些 有時候那些 電子產品 那些 其實他在工作上可以用到的 他想著 買了一塊東西之後 他可以 找到更多錢 有些人 那他就買來用 有些人是 你花錢的方法 你是要有信心才會花錢的 好了 問題就是 如果你企業的營收利潤 一定要有增長 其實不是只是企業 這個我講了 其實一般人的人工當然要 有得升的 你不可以在人工上升的時候 你強行用外勞政策去打殘 那些人的信心 特區政府就做了 今年做得最壞的一件事 就是外勞政策 你就打擊了那些人的信心 你照顧到一幫人 譬如在社會那裡 其實他已經不打工了 已經是退休人士了 他們那些當然是支持輸入外勞 他覺得那些東西便宜了當然是好處 但是打工的那些人呢 你的社會政策 不能夠完全為 坐在那裡 收錢的人去制定 你的社會政策 當然要照顧 那些真的去下手下腳做事的人 對不對 那為什麼現在房地產現金不夠 民間企業零增長 信心太差 那 好了 如果營收也沒有增長 利潤就更加沒有 那誰有信心 你虧錢就更加沒有信心 對不對 其實你現在捱不到的 還有 絕大多數企業 這個姚洋 其實都是活在當下的 捱過今天就不錯了 你只說未來有多美好 是沒有用的 那 現實在香港也是一樣 那些政府官員出來說未來有多好 有用嗎 大部分人在香港是餐穩餐吃 餐餐清的 你跟我說 輸入了外勞之後會有多好 你浪費狗氣吧 對不對 這個是關鍵性的理解誤區 這個姚洋他也有說 其實就是需要糾正 其實就是 那姚洋他講的話 他就 有幾樣我都同意的 第一要做 短期內就是放棄對房地產信貸的限制措施 他說得激一點 就是一定要講明這三條紅線是錯的 一定要盡快取消 那這裡就有危險了 這個我就不太同意了 就是說 完全不限制信貸措施 那這個很容易炒過籠 就是這個 你完全取消了 一聲的取消 就像一些人說 矯枉必須過剩 那樣 那就糟糕了 其實有些事情 老實說 你馬上說這三條紅線是錯的 就一定炒過籠 之後有的 有時間搞的 第二 對於那些經營不善 導致資金流出問題的企業 這個呢 就要進行破產重組 這個是 我認同的 就是有些企業 就是 活活耗死的 還沒死都被 就是 他自己還沒死 都拖欠很多企業 搞到其他企業都糟糕了 其實 恆大那些 那些應該破產重組 就是我的看法 應該是清盤的 就處理了那些問題 譬如 他有土地的 就賣出來還債了 就是 就是 供應商 給人拖掃 給恆大拖掃的 就拿出來 就是 那些地 去銀行抵押 那些錢出來 但是現在的問題 就是在大陸 就是 那些債務 拖得就拖 那些大企業 他是大到不能賭 就是他覺得自己大到不能賭 就擺爛 就是 這些做法 其實就傷到大部分人 結果 他大而不賭 他應該賭又不賭 結果就搞到 供應給他們 那些供應商都倒閉 其實他現在就是鬥拖 你明白嗎? 其實這個搖揚 他也說得對 就是在內地 基本上就是 那些供應商都捱不住 那些供應商捱不住 那其實 你說是誰的錯? 你說是房企的錯 還是那些供應商的錯? 其實明顯的 一件事情就是 現在一些大的房企 他們開始 很多都是做一件事情 就是擺爛 那 對一些 這個搖揚說得很對 對一些手法經營 暫時遇到困難的企業 就是要救他們的 讓他們可以生存 因為這些企業 一倒閉了 他們的供應商都會一起死 這不是幾間房企的問題 處理不好 就會一系列的連鎖反應 所以樓市那些是一定要救的 我之前說過的 那 他遙揚說了 一定要堅決停止 各種限購限價措施 其實政治局的會議已經明確提出 房地產的供求關係 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 根據姚洋的理解 他就說房地產已經回歸正常了 那是正常行業 那你為什麼要限購 為什麼要限價 限購那裡 我就認為 是沒有必要的 即是 現在你要搞活個市場的話 限購那裡 你是要放寬的 但是這個也會有連鎖反應 限價一放寬也會有連鎖反應 現在的問題就是房企一降價 地方政府就出面干預 認為是擾亂市場秩序 房子就賣不動 其實價格是一個很好的調節機制 你降到一定的程度就會有人買了 那預期就會轉變 其實這個是真的 你看看香港的情況 就是減除哥的 他有一坨親海翼 或者親海斬 馬上都變黃了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 你大陸的房子其實夠不夠 那些房子其實夠不夠 其實很多人是看 講的人均面積去到多少平米 跟日本一樣的 跟日本比其實是不對的 就是跟香港比就更加離譜 就是有些人說 你內地已經住得寬很多 香港住得很少而已 住得很小而已 但是問題就是 大家搞經濟發展是為了什麼 目標是為了什麼 你用香港的模式去講 就是多塊魚 結果有些人要買棺材樓 逼著要 為什麼會逼著要買棺材樓呢? 就是因為 對不起我不想這麼說 應該是比較小的單位 就是 我用棺材樓來形容 好像比較差一點 為什麼會買一些小的樓 其實就是因為 沒有辦法 已經是沒有辦法了 就是 因為發展 GDP 推動技術進步 目的就是要有錢人過好日子 也不是要大家都過好日子 就是說 國內那是社會主義國家 你要記住 推動經濟發展 科學技術 累積技術進步 是為了什麼 為了大家都過得好日子 是全中國的人都要過得好日子 那麼全中國的人過得好日子 那就是老百姓 可以做一件事就是 改善他們的居住環境 是不是? 其實有些人一家三四口 就住五百呎 其實他們要不要改善他們的居住環境 香港 香港也是這樣 但是問題就是 你香港 其實 現實就是 經濟一直都有發展 社會經濟都有發展 但是一般人就分不到 那個經濟發展的好處 而且越住越小 如果你要住大一點 就是要有改善性的住屋需求 但是你要留意一件事 香港過去二十幾年是怎樣的 回歸左右的時間 這些人就覺得要買一間太古城 就是中產的標誌之一 就是要有一間太古城 比較好的那些就是一間住一間收租 這也是以太古城為目標的 去到今時今日 這些人都是買太古城的 其實香港的問題就是 連這個改善性的住房需求 都被人打壓了 其實是不健康的 有些事情就是搞到樓價是乾升 所以你說應該減辣 我也很老實說 你樓換樓的需求 其實應該想辦法去 刺激出來的 就是我的看法 就是在香港 就不是說一刀切 就說馬上減辣 你一刀切就減辣 就有其他問題 但是你起碼 政府也要做一件事 就是樓換樓的改善性需求 那明空就說那個叫納米樓 納米樓很高科技 哈哈哈哈哈哈 那強勝就說放手限購有錢 那些人不是大手入貨賺錢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問題 所以你說限購 你說什麼地方可以放寬限購 我的看法就是那些 其實有些地方 其實有些地方都沒有限購 市本身也不是太多 那些地方可以放寬限購 其實一市城市放寬限購 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把房地產的真實價格 反映出來的 我的看法 那 那麼 輝日人類秘密告徒 就是碧桂園可以救就救 我的看法就是 其實 如果是一個市場的 企業是合法經營的 那些 它應該就可以生存下來的 它不合法的那些 就像我們之前說的一宗 疑似不合法的 你就查它 查到它就沒得生存 對不對 就算它生存下來 你也要它剝成皮 或者拆夠肉 其實就是 那 托特車說三四線城市已經放寬 那現在當然 遙陽說的 其實就是二線和一線城市 都應該放寬這些限購 那它一限購就會有過熱的情況 所以我就說 這些我就沒有辦法全面同意 就是說它說的話 我也不是百分百同意 就是說 你說三條紅線是錯的 我也不會這麼說 其實有些事情 都是要確保一些人供得起樓 不會走出去 就是變成銀主盤 走出去 其實對銀行系統的壓力也很大 這是我的看法 那 State Eam就說 向來都是安居才會落葉 那當然是有的 有個說法就是安居熬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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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拖得車就是懂得有內地親戚 去到子女十八歲的時候 已經有樓樓 他們是幫子女買賣的 其實之前有一些 就是國內的 有條件比較好的人 是幫子女想賣的 其實這些是沒有錯的 我也覺得這些是沒有錯的 那 Powtaste 說 因為太古城雖然舊 但是它的位置和實用情況相當好 而且周邊配送和交通都很成熟 所以現在仍然有人買 但是 就是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沒有改善性的住屋需求 其實在香港 改善性的住屋需求 在過去一段時間就打了下來 其實那個辣椒的最大問題 我講過事實了 那個辣椒的最大問題就是 改善性住屋需求 很多時候是無法滿足的 為什麼會無法滿足呢? 其實有些 老實說 有些夫妻他們不會想得那麼長遠 他們想著買第一間房子的時候 就想著兩夫妻一起供 一起捱 那房子就會寫兩個人的名字 問題就是 你這樣寫了兩個人的名字 你就沒得手指了 結果那些人的 改善性住屋需求 就無法滿足 這是在香港的現實 還有就是 這個一定要講一下 就是中國大陸 其實 未來十年 估計其實還要有一億人搬去城市 還有 在中國的人口還在流動 從不發達的地區 就流向發達地區 就是 這些就會造成大量的購房需求 所以 你說 之前這樣狂打樓市 就是有些地方 防止不炒 中央政策防止不炒 然後就強力打壓對不對? 其實就不是很錯的 喏 這個姚揚他就說 這個是重點來的 他就說 有些信號一定要講清楚 就是老百姓的信心就會回來了 我們說老百姓沒有錢 但是 其實 數據就是居民存款在增加的 那麼 為什麼 那些人會認為沒有錢呢? 其實大家 其實大家都是 看房地產會跌價 那麼如果價錢跌下來 那麼 應該就可以救到市日了 這個根據姚揚的說法 就是他如果給房企 降價自救的話 那麼 理論上 那些房企就不用死了 他的看法 那麼 調控失效 那是證明 政策是亂套的 他說 就是左腳踢右腳 左手捏右手 把自己反綁 然後就要向前跳 那怎麼跳呢? 跳就死了 這是他的說法 他原話真的這麼說 他的說法就是 政府是完全不應該管那個價格的 那麼可以嗎? 我很老實說 他沒有考慮那個政治問題 遙漾而已 為什麼說沒有考慮政治問題呢? 因為在國內 好了 就是你最初買了房子的人 當然不希望那個樓價會跌得太厲害 所以他就有限價 就是限跌價那種情況 在二線城市很普遍 現在就是 他的政策就不讓人 就是樓價太低價賣出來的 那麼這個限跌 為什麼要做 其實 在地方政府的角度 就是不想搞出 就是有些人出來抗議 就說樓價跌了很多 要出來抗議 其實 在香港會怎麼樣呢? 這個又要類比一下在香港 為什麼有時候也要拿來類比? 因為大家在香港的人比較多 有香港經驗的人比較多 就說說香港經驗 喏 就像減除哥那樣 或者其他地產商那樣 他清貨尾的時候 他一砍 其實減除哥是最多的 那些貨尾一砍 然後呢 一砍下來 結果呢 就影響到 那個房價的估值 那麼有些人呢 就 上會那裡會出問題 在最後上會的時候 就會出問題 有些人的情況是 那麼 在國內如果出現類似的情況 會怎麼樣呢? 就是 那些人就會在 就是政府機關的門口 那裡拉橫額的 其實有些政策呢 你說內地是不是 就是可以好像遙陽那樣說的 就是單純 就是 任由那些措施 不做呢 我就說實話給大家聽 在國內是不行的 真的 不是開玩笑的 那 有些人就說 房地產就壓制了中國人的消費 這個是一個說法 就是房貸壓力就太大了 那居民購買力下降 那有些人就說 就是房地產現在差了 就是 消費 是 可以拉動經濟增長 做引擎 那這樣 究竟行不行呢? 遙陽又說 這些是亂說的 其實實際情況 你如果看看這些數據 是怎樣統計 如果 如果 大部分人 住的成本 是低的話 這個我也要說 如果是大部分 你一定要說 是大部分 絕大部分的人 住的成本 是低的 那他就可以靠消費 拉動到經濟 因為他賺多少錢 都是消費的 還有這些人 一定要說清楚 這些人是沒有自己的物業 一定要說清楚 他租房子 都是買一個服務回來的 所以你說 如何消費 其實在西方的經濟數據裡面 租房子都是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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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的物業 不是GDP 租房子就是GDP 所以你說 要消費帶動 經濟增長的引擎 其實要做什麼呢 就是你要改變 情況 大部分人都要交租 像這樣 中國根本沒有可能 中國 自己有物業的人 是超過九成的 所以 在中國的情況 遙揚他就說 這些是不懂經濟學的 胡說八道 我也說了 在中國的情況 是胡說八道的 在外國就不是 因為 你在外國 現在有很多地方 基本上 有居所的人是比較少的 很多人都要交租 交租就是消費 就是住房是一個消費 交到GDP那裡 但是其實房地產那裡 其實在中國 是帶動消費的 實際情況就是 有些人是看錯了 我到現在都認為 其實有些人是 不懂經濟 是亂來的 其實 在國內還是有這個問題 其實只是看到 那個房貸壓力很大 但是就看不到另外一邊 其實全世界 買房子的 那個房貸壓力 都可以很大的 其實不一定會影響到消費的發展 為什麼呢 那些人 其實有信心他們就會花錢 其實說到底就是信心 如果你的房子 其實肯定是保值的 舉個例子 很多地方 其實健康的樓市就是這樣的 起碼是追到通脹 你追到通脹其實已經贏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是 就是 借錢槓桿去買的 那個地方是 還有你居住是有成本的 就是你當 很簡單 計算數就是 你借錢還的利息 和你的租金 是怎麼比較的 這件事情其實 是有得比較的 大家都 對不對 那好了 那 現在在國內的情況 其實實際上是怎麼樣的呢 姚洋說得對的 這個就是 他就說你買新樓 你要幾十萬裝修 這個就是消費 對不對 還有就是買二手樓 是直接消費來的 就是買二手樓 是直接推升GDP的 在國內的情況 還有 你買樓有財富效應 樓價慢慢升的話 消費就會增長 居民的財富增加才會消費 這個是事實來的 他這樣說是沒錯的 所以你的樓價 你說房住不炒是對的 但是 你不能夠打壓到它 是倒跌的 就是那個樓價 你打壓到它倒跌 其實就是死的 整個經濟都會死的 所以現在有些聲音說 要救房地產 就是在香港那裡 最重要的是 現在講清楚 要救 其實呢 你說減辣那些 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我也老實說 減辣那些 你精準去減辣 其實是OK的 就是我的看法 還有那些辣椒 其實說真的 你是打壓哪些人呢 之前我也講過 那些辣椒 根本就是打壓那些 不走法律的那些人 那些人 現實就是 你用公司買賣的話 好像葉太那樣 他不受影響 他也不是首置的 是不是 他還要用公司買賣 這樣就省幾百萬歲 所以其實那些辣椒 根本打壓的 就是 在香港這些事情 也是打壓老實人的 你 就是 就是 中中即即結果 香港就遇到終失了 真的 而政府的政策 是造成這件事情 你說幾混賣才行 還要大枝東西 行政會議植物人 葉太出來說 他說 欸 合法的 沒有問題 還有很多人幫他護航 你就知道 香港其實是很嚴重的 好了 其實 在房地產上 你長期 應不應該 追得到通脹 其實應該是要的 遙陽他還有講其他 就是 買樓爛尾那裡 為什麼 老百姓 在爛尾樓的情況 他們沒有屋住 但是也要還債 銀行和房企 是不需要負責的呢? 這件事情 其實國內的政策是有問題的 這個絕對是 國內的政策是有問題的 因為其他地方 銀行和房企 都一定要負爛爛尾樓的責任 而老百姓 拿不到房子 是不需要負擔 還錢的責任的 就是在國內的爛尾樓 情況 其實當然 政策是有一部分 還有 其實在國內還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 開發商裡面 有些混蛋是騙錢的 這些騙徒 一定要堅決打擊 罰到他傾家蕩產 再送他入監獄 這樣才行 這是遙陽說的 不過他又說 絕大多數房地產開發商 是首發經營的 只是他們沒有資金 那資金的問題 是怎麼來的呢 這也是政策的問題 但是現在有精準的 我也要講清楚 國內沒有精準的政策 去補交樓的任務 現在是有補交樓的任務 所以 現在的問題 政策也是有些問題的 所以我講到這裏 其實就差不多了 不過補交樓的問題在哪裏呢 現在 有些事情可以鬆綁 搞到補交樓容易處理 你用銀行的錢去給房企 完成交樓的任務 其實是OK的 但是現在的問題 就是有些地方政府 是被迫要籌錢補交樓的 其實國內這些政策 也是有問題的 這是遙陽說的 邏輯是有問題的 他有沒有說其他事情 他也有說的 不過其他的 我覺得沒什麼必要說的 那麼 說到這裏 其實 差不多了 那 明天再跟大家見面 或者今晚 如果能安排到就今晚 應該在正向部那裏 多謝大家的支持 就這樣吧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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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